新南威爾士德埔 新南威爾士德埔 有個佔地3000萬平方米的動物園 裡面分為30個區 一共有大概500種動物 來到動物園不一定要用腳走 我們還可以踩單車 這個動物園實在太大 要走勻全個月真的要很長時間 用單車代步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也好講求體力和能力 如果像我這樣 踩單車完全不擅長 可以盡早放棄 找到有車牌的朋友開卡 仍然可以在書裡開車也有 裡面還可以一次過看 澳洲標誌性的動物 如果想有更多時間看動物 或看背景 先考慮入住原來的Sufari Lounge 入住Sufari Lounge 還有這個美景送 還有兩個額外導賞團 導賞員會詳細講解動物的雜性 和現時面臨的問題等等 晚上還可以和其他團友一起吃晚餐 早晨 現在其實只是六點半 但我們要準備 加入這個六點九的morning tour 去看動物 每人派兩條紅蘿蔔 不用伸得太高 它們頸和膩都夠長 可以自己倒下頭吃紅蘿蔔 大笨象沖來整天都見 但自動大腳被職員沖洗 就真的是第一次了 全程沒有發脾氣 而且滿面笑容 去酒莊除了可以試酒之外 還可以露營 Origge的Nashdown link 有個camping site 麻雀需少五臟俱全 雖然是camping 肉洗設備都好齊全 Origge四季氣溫相對地低 所以Nashdown link 生產的都是cooking made wine 一場來到 當然要試酒 紅白酒味道清新 好易入口 看著葡萄園試酒 心情更好 晚上還可以看到星星